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欢迎小卡 其实我第一眼看到Fellow O的摩托机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好像似曾相识在哪里见到过 苦思冥想是不是跟三体人有那么几分相似 先说外观满分十分的话大家会给几分 它的外观体积非常小 是这样子的 先说一下几个人性化的一个特点 就是首先盖子里边的研磨度 这个小功能它不是给到咖啡店的工作人员 或者是从业者来参考的 我相信很多从业者他根本不需要参考这个研磨度 甚至是他根本不是用这个研磨度来研磨咖啡的 这个完全是针对普通的消费者来提供的参考 但是有些并不适合 就比如Code Brew 用9和10的研磨 你看他这个推荐的研磨度真的是太粗了 很多还都是大片片的这种 我个人是不会用这么粗的研磨颗粒来做冷脆的 另外下面这个铁罐子的设计 这个铁罐子下面是个吸铁石 这个出发点是好的 它能够让你这样随手一塞就移不到位了 但是实际使用的话 这个软盖子如果你盖不好的话 它其实放到一半它会被卡住 另外它这个盖子它是软的 不是硬的 然后你在盖的时候的确它是盖不严的 它是会有一点点缝隙的 这一点其实要学习国产某W品牌的设计 接下来说一下金属拨片 它是靠这个拨片震动本体 来把它震动下来的 这个功能我非常喜欢 但是不能够完全的把静电吸附的粉震下来 你看它还是会有一些零零散散的 而且需要大幅的拨好多次 它才能处理的比较干净 你要这样震才可以 如果要是很温柔的像这样子的话 它是不怎么管用的 你看这个小罐子的这个盖子和出风口的那一段 它是有一条缝隙的 所以说它研磨之后的这个银皮 就会吸附在盖子上 出风口的这个地方的这些残粉 有的时候罐子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有的时候是弹不下来的 但是罐子拿走的话 它就能把它弹下来 对 这样就行了 另外它研磨之后 它会自动停止 这个功能设计 其实对于我来说可有可无 不过既然设计的 它就一定要好用 但是偶尔它会延迟 它不会自动停止 可能是因为刀盘里边 有残余的咖啡豆 导致会延迟 另外 研磨的咖啡豆 如果是少于15克 这种情况会经常发生 看一下研磨的时间 10克的咖啡豆 3秒研磨完 刚才自动停的话 它停得非常慢 现在已经是20多秒 还没有停下来 一直到33秒才停下来 这几个小的功能点 看似有的好用 有的不怎么管用 你要说它是为了解决痛点 其实这些也不算是痛点 但是这些小小的点 它没有别的品牌在做 那就说明了Fylo它想要尝试 做出一些新的改变来 这个态度是值得很多传统的摩托机品牌来学习的 实际上手研磨体验 由于它是64毫米的大平刀 它研磨速度上 那是很快 15-20克的豆子 基本上5秒左右就完事了 测试一下15克的咖啡豆 用3的研磨度 它需要研磨多长时间 5秒钟左右 研磨这个区间 它每隔一个数字 就比如1 2 3 它1 2 3之间 它每一个数字之间有两个小隔 另外1和2 2和3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如果肉眼来识别的话 几乎看不出来的 所以说1和2之间的这样一个小的格子 它意义就不大了 另外粗细区间可以看出来 这台墨它其实就是为低绿咖啡而生的 我们用最细的研磨度1 试一下它做单法的摩卡糊怎么样 这研磨的粗细 肉眼来看的话 其实它是有点像杯侧或者是手冲的一个粗细度 我估计勉强能做摩卡糊 试一下 它设计的倒粉的导流槽 我还是蛮喜欢的 感觉有点点粗 已经出来了 感觉有那么一点点的淡 尝一下味道吧 这个的确是有点酸有点淡 这是说明它做摩卡糊 其实还是比较勉强的 还是不推荐做摩卡糊了 就老老实实的 还是做低绿史的咖啡吧 我们现在做一个手冲 然后这个手冲的盐不动的 我用3 这是20克的豆子 看一下20克豆子 冲了多少克 大概有0.5克的残粉 我冲1比15吧 冲了300 这三段大水流来做 尝一下味道 这种大平刀 它研不出来这种颗粒 和鬼使研不出来颗粒 它是两个方向 像它这种酸度表现就很自然 然后非常的厚量 我觉得像它这个墨做手冲咖啡的话 它的优点还是蛮明显的 杯侧酸汁很明亮 氛围表现也很突出的 层次感也ok 稍微缺少一点那种厚重感 这个面板它是可以拆下来的 把里面这个螺丝卸掉了之后 是可以把这个刀盘卸下来的 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轻易拆 因为你如果拆掉的话 在往回装的时候 研磨的粗细度 很容易就被弄乱掉了 总结一下 总体来说 这个价格和功能的磨豆机 其实更偏向于 适用于咖啡店 偏半商业用的用途 它一天卖个几十杯的单品咖啡 其实就还不错 但是对于家庭来说 这个磨豆机的价格有点贵了 因为毕竟它只能 研磨轴冲和低率式的咖啡 另外在这个价格以内 有太多太多的单品磨豆机的可选性 所以说如果你是认准这个品牌 或者认它设计的话 你可以考虑入手 我还是更期待一下 二代能不能出一个单品和义式 双用的磨豆机 我们下期见 Cheers